我們下來南部 然後結合高雄港的一些當地漁貨 或者是當地的一些水果 他這邊的早午餐是烤的這種 木耙魚 非常的好吃 以前的生活是 好像見不得光 然後現在的生活是讓我覺得 自己對生活有盼望 漸漸找到我對生活的樂趣 然後也找到對烘焙的熱情 每週六日晚間八點 台灣百味 黑色蟻蟻就很老 咪